觀眾Garry Lee 幫你問了就是388 其實之前朱sir也有講過我看好388的 他就說想問你怎麼看 究竟這隻股份是否風光不在高位已過呢? 還值不值得吵過呢? 我聽不到我的股份了 不好意思 剛才拆了一隻 388 港交所 388 這個 OK 之前上次你也有講看好的嘛 388 我看好了 第一 我很清楚我第一次 我說相對比我看好了 第二就是說 可能去到360元附近 這個位置358元 你看到其實都符合這個預期 是不是? 因為你也知道港交所 凡是只有320多元的時候 那些人就一定覺得地球滅亡 就很怕他死 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看到沒事了 現在沒事沒有說得來 就回到近一個月的高位 而且3008就是很有趣的 他之前那段時間 一兩個月就長期跑出大事的 但是如果只是計7天的角度 他就嚴重跑出大事的 因為他現在360元 其實那是之前升到22000 那時候他也是360元的嘛 因為現在恆子只有21000多 他也是360元的 所以你只是計7天的角度 其實他也是跑出大事的 好了 那我們就說 其實他的跑出大事 其實是不但對他自己一定是好事 因為沒有人想他的股價升的嘛 那而且他的股價的偏好呢 可能是反映到股市也未必太差的 因為老實說 如果有先知 是覺得港股是要倒下去的 是太差的話 一定先對港交所的嘛 因為港交所其實就是和恆生指數的發生 沒有什麼分別的 OK 那如果你覺得恆子太差的話 那你怎麼會托著這308的呢 OK 所以我覺得308其實 那個股價可能再上多一點點 都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就是強烈地認為 我回答我主見 因為我知道散戶的 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散戶的心態 就一定是 就是特別對港交所 一定是見升就一定看升的了 386就想388 388就想400 升穿400就無限幻想這個 那我對這個態度呢 我是堅決地反對的 這個我會深信 在港交所 是升到某些是自然的阻力位呢 就自然會受弱於股值的比較高期 就自然會有自然的股壓是股下去的了 那變成就是 我會覺得你就算這麼厲害 所謂升出360元就好 可能去到380多元那些 總之就不給你上400元 因為你去到380元那些位 我知道本能人性的反應 一定想4這個數的了 那你個個想4這個數呢 它就偏偏不給你 這個就是 有些止落的回條 就回回下去 那變成就是 最後是 如果這個立力是成立的話 那就得出了個結論 就是說港交所呢 你如果硬要太高位才追呢 你就只會又是無限高渣低估而已 所以幾個股票呢 都應該要耐心地去等待適應的價位 而不是說在一個心理裏面 升上去呢 就日日二神二鬼呢 就怕一輩子不再回落 然後一回落那個時候呢 又日日二神二鬼呢 是怕它跌穿300元 然後310元 這樣的態度呢 幾個股票呢 都比你還衰 但是如果像Carrie那樣 它有一個中長線的 就是它的成本價 其實大約320元 但是它就現在在想 究竟應不應該繼續 將它當作一個中長線投資呢 因為它說 再上升空欄多不多呢 它有大約30萬的貨 究竟要不需要沽了它 換馬去其他股票呢 那如果 我不敢給一個 就是Exactly的買賣建議 就是當傾閒計 如果你320多元 在我心目中有這麼漂亮 大約買呢 那的確是可以不放的 如果幻想的這批貨是我的話 那而最後一個過關卡就是 這批貨 如果你是願意忍受 每個指落的高低位 30至40元的Fundation 你真心地覺得是沒有壓力的 無論在那批貨對你的身家來說 是不是多的數 那因此是生理上面沒有壓力 那以至就是說 那個波幅呢 每一天的升跌呢 你的心理都沒有壓力 因為有些人 就算買的很少貨 對他的身家來說 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他人的情緒呢 都是會股額上落 都會發脾氣的嘛 所以這些叫做心理 OK 所以為什麼我形容 生理和心理這兩個因素 那如果你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 你都是說 真心來說是無所謂的 那我真的給小看法 就是320多元這麼漂亮的價錢呢 你持續到下年呢 就是我覺得是極大的機率 就是國家公司應該可以升穿了400元的 就是今年難一點而已 或者今年未到年尾也難一點而已 下年你說 或者民族的角度都不行的話 我都覺得就是香港都說 如果你這樣 就是這樣 那變成就是我覺得不合理的 這個就是 你放在中長期的時間 你沒理由400元 這個這麼少的要求 你都清不穿的 OK 那你老實 如果你320多元買的話 你升到400多元的話 你的表現是3-40% 這個就是你買30萬元 賺成可能是十幾萬以上的 這個 那為什麼是要放棄呢 這個 你老實說 這個 一般三國的投資者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去拿捏 那個紫落的高低位呢 我之前所說的就是 為什麼那些高低位 你見我拿捏 就是我未必覺得是對的 還是你見我講過這麼實 或者那些高低位 就是要求我這麼精準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做其權 我們做其權 我們做其權 每10元的股價 已經是兵家必爭之地 我們沒有辦法了 我們心不由己 我們一定要看完每一個 我們要壓住每一個紫落的高低位 我們沒有辦法 剛才這些投資者 很明顯就不是一個其餘投資者 我剛才一聽就覺得 想立心是中長線的 你的處境 跟我們的處境就很不同 所以你有權這樣做 還是我們沒有權這樣做